这首歌其实它的态度上面是比较有一个soul 就是你刚刚形容的时候有一点点稍微拉一点 它在讲的是一种比较倔强 比较勇敢一点的姿态 所以我很喜欢 谢谢 因为平常也许你都被Sandy 所以这个很荣美的这样子 它其实是更接近那个更勇敢一点的 其实这一次的专辑在做的过程里面 我的确有得到很大很大的一个发挥 自由发挥的一个空间 所以在里面也做了很多不同的音乐的尝试 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一次我们在做的时候 并没有说像以前就是收歌收歌收好了 然后就把这些歌词然后你爱唱这样子 这比较是在整个音乐从头到尾的制作过程里面 然后每一个阶段我就好像是一个 我的声音变成好像一个乐器这样子 在适当的时候就进去放一点放一点放一点 然后所以整个跟音乐的整体是比较能够有融成一体 就像这个制作人佳美说 没有什么话要讲 话都在这专辑里面 对 我看他也被你操练得很苦的样子 我也说起其实 当然李宗盛是一个很知名的制作人了 在你的专辑里头 他除了只能做一个微弱的修辞者 微弱的修辞者 他还能不能 他能不能出点意见 没有他其实在整个的就是我的这几年的音乐的那个工作里面 他教会了我很多的东西 那在制作的制作的那个幕后制作的那个过程里面 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向他学习的 因为他也是非常非常认真的 他的认真是另外一种另外一种方法 那虽然这一次他没有太多 可是到最后 后来他还是会给我们一个非常主观的去看整张专辑的一个看法 就是以他这么些年的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态度去看 然后帮我们去修改了一些歌词 还是非常感谢他 非常感谢他 做了一个微弱的修辞 该很多 其实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期待 01年这个 我们当然说这个女人这个 除了会生孩子 还要生出一点音乐来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想就像你刚刚我们在讲 这个生活在台北或者香港或者是这个加拿大 其实节奏啊环境都不一样 但是你也会觉得说在那里如果写音乐是很好 但是你会觉得好像 这个世界是不是把我抛弃了 我还有那个 还有一部分要让人家听到我的声音 这个还是很重要 对我想还是必须要有工作的整个的 因为你非常热爱这个东西 然后从里面得到很多的快乐 快乐对 然后那个快乐是会回来给你更多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说音乐的工作是我会一直坚持 不希望说这样就要停下来的 那大家就放心了 不是一个制作人把一个人藏在家里 不是 真的是这几年来她开始从这个音乐方面她表现自己 也许以前是人家觉得你是一个美好的声音来唱一些歌 现在你已经把一些音乐 这个进入一个专辑里头 所以如果你自己给自己打分数 这张专辑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张专辑是 其实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新的开始 那它是一个 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惊喜 因为其实唱了这么久的歌 这么久的歌 然后在不同的音乐的曲风里面 都有去尝试找一些新的录像 然后在这张里面所找到的一个是一种新的可能性 因为是整个工作的方式的一种改变 然后在里面就是发现了自己在一直希望可以做到比较音乐人的那个部分 比较创作性的那个部分 所以我想这是很开心的一份礼物 人生有很多的阶段 比如说 希望人家听到自己的声音 希望能够站在舞台上唱 希望能开个演唱会 希望能够结婚 希望能够生子 需要人家在认识自己的音乐 这个都是阶段性 所以有的时候自己会想 也真的不错 有一些的梦 继续在完成当中 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这个Sandy 就希望你除了看到她其他之外 来听听她这个很勇敢的歌声跟很勇敢的音乐 对不对 有点辣哦 你们要小心哦 过一天出现一个辣妈出现 今天高级看到Sandy 快过年了我们就看到Sandy 仍然看到她皮肤这么好 仍然看到她这个 我觉得Sandy最厉害的就是 每一次看到她的头发都是乱乱的 可是别人乱就乱得很难 你看她就乱得很 当然她这个乱也是人家输了很久的 对 也有很多人想学Sandy 所以我也这样批的 就好像早上没睡醒 可是她这样子就很好看 而且她仍然穿了一个很踏实的靴子 好 希望这个靴子能带给你很多的Lucky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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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长白身上